巴西总统大选进入倒数 有巴西川普之称的现任 极右派总统波索纳洛 率领他的招牌摩托车队 前往造势搭回现场 为连任之路进行最后催票 巴西左派前总统鲁拉 是波索纳洛本次最大挑战者 根据巴西两份民调显示 鲁拉皆领先波索纳洛14个百分点 让这位曾因贪污坐牢的前总统 有望回国执政 波索纳洛攻击鲁拉过去贪腐丑闻 现年67岁的波索纳洛 支持永枪反同反多胎 2018年在巴西国内保守浪潮下 坐上总统大位 但波索纳洛频频失言 支持率已经不如以往 波索纳洛陷入连任苦战 赴伦敦出席女王国葬 发表谈话时只花了13秒挨到女王 其他时间都在拉票 巴西学者痛批丢脸丢到国外 对于国内严峻疫情 波索纳洛更是独有见解 在疫情期间 波索纳洛拒绝佩戴口罩 更大肆宣扬自己没有施打疫苗 对于位居全球第二高达 68.6万的死亡数 不负责任大失明星 而波索纳洛也在8月时 遭一名网红当场呛声 同时还开手机直播 波索纳洛十分不满 直接冲上前抓住他 甚至试图抢夺手机 种种因素都对选情扣分 波索纳洛激进作风 仍有铁汉粉丝 巴西足球巨星内马尔日前 直接在个人社群大跳竞选歌曲 公开力挺 波索纳洛表示 能让他下台的只有上帝 至于全球政坛焦点 则是在美洲各国的左右派对决 记者 蔡星辰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喔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 小朋友 宝宝